這兩天也是日本服裝品牌舉辦的童裝日 除了有小朋友代言 還請來了在電視劇跟電影中扮演人婦的溫生豪 示範活潑的穿搭技巧 哇 真的是好可愛喔 台下美光燈閃個不停 日本國民服裝品牌在1號下午舉辦童裝日 邀請到新好男人溫生豪登台代言 首日即吸引不少粉絲與買氣 因為小朋友發育得很快 那加上暑假又結束 新學期開始 所以我建議很多父母親可以來選一些比較實用的童裝 我覺得這個技術上面的突破跟設計是很貼心 是廠商對於消費者一個很貼心的表現 業者表示 為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讓民眾在自家附近也能進行童裝採購 從原本的一家店擴大至14家 對於童裝系列的擴大推出 業者對於未來業績的成長預期 則展現無比的信心 我想童裝會帶動家庭客的一個消費 那我們現在其實我們台灣的童裝 其實在全世界比起來 台灣的話是銷售非常的好的 那基本上可能都是超越其他國家的販售 這為期兩天的童裝日 適逢開學季 想為家中寶貝製裝的爸媽們要省下荷包 腳步可要加快了 UDN TV 曾鈺寧 魯維忠 台北報導 我們看到 感谢观看